大家好,今天我来带大家一起学习识字 我是王老师 第一章是耳,耳,耳 耳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听东西的地方 就是耳 好,这个人大大的耳锤 还有他在听音乐呢 长长的这一条音符就是到耳朵里面去的 好,这也是耳 这个是耳朵 这个是音符 进入耳朵的音符 所以这个是耳 好,这个也是读耳 眉,眉,眉 这个人啊,他的眉毛又粗又长 眉毛是哪里呀? 这个就是眉 来看王老师的眉毛是不是又粗又长呀 好,这里他的眉毛又浓又黑 那他的眉毛有一天呀 他的眉毛没了 诶,他的眉毛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他的眉毛不小心呀 被剃掉了就没了 好,所以这个是眉 眉有的眉和眉毛的眉音是一样的 字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眉 眉下面是眼睛 所以这个是眉 这个字也读眉 蛇 这是人的舌头 舌头在哪里呀? 舌头就在口里面 口里伸出 舌 这个就是舌 舌头的舌 这个人啊,他把舌头伸出来 想要舔到自己的鼻子呢 好,所以这是舌头的舌 从口里伸出长长的部位就是蛇 蛇 蛇 好,反过来也是蛇 木 木 木 这里呀,有个大大的木 木是什么地方呢? 木就是眼睛的意思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木 双木有神 好,这个是木 这个人的目光啊,非常的亮 我们来看这个也是木 木不转睛的看着你呢 好,这是木 这个也是木 口 口 口 现在王老师正张开口 好,那大大的口 这里就是口 这是口 这是口 这也是口 那他还涂了口红 好,所以这个字读 口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学会了吗? 耳 梅 蛇 木 口 我们看看没有图的 你学会了吗? 耳 口 木 蛇 蛇 眉 耳 好,你学会了吗? 好,你学会了吗? 我说,我教会了吗? 我学会来的 所以说是要做你 但你学会了吗? 我说是要做用来的 我说是要做用来的 就是要做用来的